对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说实话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也就是其实来讲会变相的 损失你国家本身的这种科学的生产力 对其实像咱们国家现在 说实话咱们国家这个期刊 自己的期刊 在政治学上一些上班上其实还好 我们有些非常不错的就是中文期刊 但是在这个科研上面的这种中文期刊 真是一言难尽 同时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 也不能完全怪咱们 我想提出一个我普通人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之前一直有普通人的这种讨论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家都要去 这个欧美的这些权威的期刊上 去发表自己的论文和投稿 而在本国好像并不这样 我特别有这个疑问 这个可能一会儿一会儿老杨可能会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英文期刊是怎么把德文俄文日文的都打死了 就是事实上就是英语是科研界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 所以中文的影响力还在科研界还是不够 应该就 所以我说不能完全怪咱们 咱们发展得晚 所以中文在进入的时候 已经被英文打死了 OK 所以 而且这个主要一点 你用你其他国家的人 他你让他用中文发期刊 我觉得他学中文的肯定比学英文更费劲 这是一方面 是的 在一个这些期刊的名声已经打出来了 对 这都是一百多年自家历史都非常悠久的这种期刊 就是人家名声在那摆着 这就好几买公司的产品 你更愿意买那种 对对 属于一种先发优势 百年老店是吧 这就 品质保证 百年老店 对吧 就跟我的频道一样 百年老频道 对 有的时候就 有的时候就 很可惜吧 但是咱们只能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去追赶了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有一次科学会议 也是关于亚洲的一场科学会议 当时是在哈萨克斯坦 还是在那个国家 然后当时他们国家的科学院的院长 开会 开场的时候 讲他说 你看咱们这没有一个国家母语是英文的 然后咱们开会必须得用英文 就很尴尬 这就跟欧洲议会一样 对吧 没有一个国家母语是英语 他老是英语 明白明白 很尴尬 就没办法 那你没办法呀 你哈萨克斯坦亚洲 你看亚洲有什么国 有什么语 我们说汉语 韩国说韩语 日本说日语 他们说俄语 还有说 印度那边说 什么泰尼尔语 什么印第语的 最后大家还会发现 英语大家都听得懂 你去看一看印度的钱上 印度的卢比上面 是写到了多少种语言 你就知道了 对啊 然后这就是当时美国 这个期刊那个现状 那么说到这个期刊的正规性 那我们当时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国家 那就是德国 在那个时期的德国呀 他的不光是物理学 他几乎在所有的学科上 他在这个全世界都是一个领先的地位的 就当时的那个德国啊 就是说 大学以及他们的这些研究者 就是非常受到他们民众的这种尊敬的 就那个时候的德国人是非常崇尚这个知识的 非常崇尚知识的 对这个和现在经常发生的一些反制现象 这个形成了鲜明的闺蜜 这倒是 包括在心理学 第一个心理学大学也是在德国出来 对 就是德国的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顶摊 叫安格王特什妹 这个就是德国应用化学 直到现在 一言难见 他们还在坚持发德文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聊 这关于这个期刊的故事 对对对 关于这个期刊的故事 我们我们后面会讲 不只是奇葩 他的发展现在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聊 对 我们先说他们辉煌的时候 先先别损人 先说辉煌的时候 这个当时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 1899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德国也出了一个期刊 也叫物理学杂志 他这个期刊就是说一出来的时候 直接就是面向那种专业的物理学家的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正规专业性 就已经做到了极致 以至于就是包括后来多少年的发展 他都是非常精心的去运营这个 这个期刊的 对 然后就是在后来 然后那个后来 就是 还有一个期刊 这个也不能说是后来 其实那个有一个更早的期刊 在1799年就创刊了一个 德国的期刊叫做物理和化学年鉴 对 这个名字其实还不错 我觉得 比他们那些名字都都稍微有点创意一些 对 然后在也是发展了100年以后 在1900年的时候 当时的主编接手以后 叫德鲁德我记得 他接手以后 就是因为当时的德国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物理学的发展 一个飞速发展 在全世界都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头 这个 他那个期刊就是说 直接把那个化学就给删掉了 名字直接都给删掉了 老改 你们学科遭遇了不幸了 嗯 懂的 在那个年代 挺有可原 有特征点不同 对吧 那可能人家有专门化学期刊 但是就是他就觉得一个期刊 这个时候你一本 他是希望做到一个专业性的 对 因为你又提物理 又提化学的东西 对 他更希望是 就是我们哪怕把它分成两本都可以 就是要做到一个专业性 嗯 对 也正是因为这种专业性啊 就当时让这个这个叫做物理与化学年鉴 就他里面收录的那种优秀的论文数量啊 就是远远的高过那种 法国的那个物理化学年鉴 也比英国的那个 那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期刊 叫做哲学杂志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那个皇家学会的会刊啊 嗯 对 这些都是远远不能跟德国这个期刊相比的 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期刊的专业性啊 就多么的重要 就是你越专业就是越容易把这些优质的文章 优质的研究成果吸引过来发表在这里 嗯 所以在由此 在这一年 我估计这个美国的 发现这个科学家啊 你说 都有这种 都有这种情节 就是一定要专业啊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要专业啊 越专业 我是越越有兴趣 你有什么好的研究 一定要往专业的地方发 就是现在的 我插个题外话 现在专业 现在是期刊这么多 我不可能每个期刊都看 所以我们一般选择看最专业的期刊 因为里面有最高质量 最权威的研究 对啊 最新的成果 顶刊 对 最新的成果 他这个期刊 我想问一下 他挣钱吗 这个事挣钱 而且现在说实话 有点那种黑心老板的感觉了 挣得很多 真的特别多 暴力 真的是暴力 真的吗 我跟你怎么讲 这东西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往上面发文章要花钱 然后我们看自己发的文章 还要再花钱去订阅 这有点中国男族的意思了 你想这个当个板顿演员 你都要给钱的感觉 对对对 有点那味 也是导致现在这种开源期刊 开放性期刊 就是为什么 这个崛起的 就是大家受不了了 太暴力 你收点钱就差不多 你这年年涨这么多 大家也接受不了 那一般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我好比说我要投一个 这个价钱还真不好说 有的能花到好几千 有的一千一两千刀的都有 面费 有的也便宜 咱说个好玩的 就是有的地方 对于咱中国投稿者 就是他要硬卡你英文 然后他把自己提供英文润色服务 大概是一千多美元 提供一篇文章的英文润色 还不包括你投稿啊 光是润色就要收你一千刀 这个次生产业 这个次生产业都出来了 对 他妈 对 而且咱们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华人科学家 我记得好像是 在那个瑞士的这个 岁立市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 然后他作为主编呢 然后创办的一个期刊 现在 那个期刊就是也是这种 他那个版面费是收两次的 就是说你这个期刊呢 然后你先投过来 就是我们 你投过来 然后那个花了那个钱 然后你还得后面再交一次费 就确定能那个 给你这个健康了之后 你还要再再花一次钱 哎呦 就是还有个二次收费 去挣钱啊 感谢 是的 然后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呢 卖给各大学大学数据户 就是你们这帮大学 不但是要投文章 你还你还得订阅我们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 当时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一年是几百万人民币 一年光订阅这个 就是随时可以到他那数据库里 提资料是吗 对 是的 然后如果你是自己 你没有在这个背靠大学 或者研究机构 你自己去买的话 一篇文章一般是50美元左右吧 50美元左右 我说他们乐死不疲的办这种期刊呢 原来是真挣钱啊 是的 赚钱 真的 咱们回来吧 继续讲德国这个期刊 对 然后而且当时德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做得非常好 就是他当时在德国的这个德国这些期刊上啊 他会通过这个短片摘要的形式 然后系统的来传播那些以外语写出的这些研究工作 当然这里的外语指的就是什么法语啊 英语啊 这些语言 对 这个事儿大概是在就是 德国的一个期刊叫做物理学进展 对 他在这个1877年的时候啊 就是搞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双周刊物 就每两周发行一次的 叫做物理学年鉴复刊 他里边会收录那些就是 这个德国以外的这些 科研工作的一些成果啊 一个短片的性质 然后发表出来 对 这种东西呢 就这种性质的研究呢 在英语世界到了1897年的时候 才出现在一个叫做科学摘要的期刊 也就是说在在这个对于这个自己 就是对于这种外语科研工作啊 就是说这种重视程度 英语世界是当时已经直接落后了 这个德语世界20年 嗯 在这方面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要说说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学术会议了 学术会议就是说 就是其实啊 这种国际科研工作者的这种大会 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举办过 他在1860年的时候 在这个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就举办过一次 但是后来就是 就后来这种活动就非常的稀少了 对 然后过了几十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1911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叫 能斯特 然后他说服了一个叫做索尔维的人 资助了这个当时24位最有名的这个物理学家呀 开了一次这个会议 然后这个会议呢 就是后来基本上是没三年办一次 被称作这个索尔维会议 就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照片 就是那个一张黑白照片 就是一群那个科学界的大佬坐在一起 好几排 然后那个有爱因斯坦 有谁谁的那么一张照片 非常有名的那张照片 我也记得 即便是你 丛容我也看 还有剧里夫人是吧 对对对 非常多的人 那张照片就是第五届所有会议 就是什么 什么你能叫上名字的大佬 我也把照片发了 基本上全在上面 你能叫上名字的大佬 就全在那上面 这会议一直举办到现在 上一次会议好像是2017年的时候 然后20年因为这个新冠 好像是就是没有举行 对 很可惜 这个就是当年呀 这个欧洲科学这种大爆发 时代呀 就是他们这个期刊 以及学术会议 说白了就是一种学术交流 就是早期的学术交流 是如何形成的 什么样的样式 就是就是这么出现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能看到的 这张照片 就是刚才杨教授 还有老这个这个老老老改 提出来这个所有会议 就是这张最有名的照片 对对 就是这种 其实科学会议啊 这种东西 包括这个鼠孝 对 这种东西其实是在二战以后 开始开始就是逐渐的普及起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当然就属于美国人的贡献了 因为二战以后 说实话 这什么都集中到北美大陆去了 这个时候 搞科学研究 美国人在这个上 对对对 美国有钱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年是老美 这个二战胜利之后 把德国的科学家都带到了美国 还是说另外一种说法 是说这些德国的科学家也想要发展 美国的学术氛围更好 待遇更好 他们自主的想要去美国 都有这种理由 我觉得都有 对 既有人家主动想研来你 然后他自己 然后这个作为一个个人 你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科研环境 当然了 也有一批非常有骨气的那种 非常有使命感的科学家 当时德国的一帮人 就是说我们要留在德国 即便打二战的时候 他们要留在德国 像海森堡的 我们留在德国 他们就是说 我们要确保 德意志物理学的未来 就这些人是有一个国家情怀 他们虽然说是在这个纳粹德国 但是这些人呢 与政治无关 他这些人留下来呢 也并没有说是去害人怎么样 他这些人留下来是为了这个 这个国家 为了自己民族的未来 他就是说 我们要确保这个物理学的未来 我们要留下来 他也是为了保障这个物理学 能在德国 能够很好的留下一个很好的发展 是吧 对 对 要不然的话 那帮人要是也都走了 德国的科学 说句实话 现在 之后的这二战以后的这段时间 说实话发展不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现在的这个高度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在开头说的 在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 由于这个大学的西方那种大学扩张 以及这个日本的这种崛起 就是这个参与到科研工作当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发表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了 但这里头的东西你 你质量就开始参差不齐了 参差不齐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很简单 那就需要一个人去审核他呗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审核人制度 这个审核人制度的推广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推广的其实并不是很顺利 因为有些大佬就是比较讨厌这种 我给你期刊寄到你的身上你发表出来 你不发就不发 你凭什么在发表出来之前就拿给别人看呢 我反对这个 对 就是当时有很多大佬就反对这个东西 就是爱因斯坦也出现过这样的事 当时那个爱因斯坦投了一篇文章呀 是关于什么的呢 关于这个前两年特别火的这个引力波 他当时是发了一篇文章到这个物理学评论快报上 他是说这个他证明这个引力波不存在 他证明引力波不存在 然后那个当时啊 然后就交给了一个审核人 这个审核人叫做什么呢 这个审核人叫这个罗伯逊 他是这个普林斯坦大学的教授 他就是从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文章里头 他发现不对 爱因斯坦 这文章犯错了 就是根据爱因斯坦 他这个文章里的这些公式 他最后应该是证明这个引力波完全是存在的 就是然后但是他又但是他又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因为你这审核人制度吧 所以就是说人家给他寄了一个回信 就是说你看你从这到这到这对吧 这这里你看你证明应该引力波存在的呀 连这个期刊就把这些东西直接就寄回给这个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就压根就没看这个这个剧稿的这个报告 压根就没看这个剧稿的报告 就说那我期刊给你 我让你发表 你凭什么在这之前就给别人看呀 期待爱因斯坦以后就压根就不投这个期刊了 就不投了 大佬也是要面子 当时的这个时候 对要面子 他就头顺手投给了这个另外一个期刊 那另外一个期刊就直接就 那就没毛病了 直接就看到 爱因斯坦 我看见爱因斯坦 刚刚刚当当当 对对对呀 然后结果这时候就是 但是这个罗伯逊教授呀 他跟谁是一个好朋友呢 当时这个爱因斯坦的助手 他跟这个爱因斯坦的助手 是这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通过他这个助手啊 就意思你赶紧那个提醒一下爱因斯坦 你这个论文案出问题了 这块出错了 后来他助手就是 从各个方面旁桥侧击 就让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问题 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爱因斯坦赶紧给这个期刊写信 就是说哎呀 你看我这个地方错了 你先别发 然后把我这个更正了以后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这篇文章啊 他是直接推出了 这个发表出来是爱因斯坦证明的 因果的存在 但是这个原稿是爱因斯坦证明 这东西是不存在的 这个东西就是大佬们也有错 所以审稿人这个意见呀 还是要听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 你可能运气不好 逃到一些杂志审稿人就交到了王老改和IC养手 我们确实是杂志审稿人 现在就是也有了这种盲审制度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有的时候也是面子问题 我本身可能我是成名的 这个某某学界的 对对对 有这种情况 你让别人省我的稿 然后还发现我错误 我觉得有点脸上挂不住 就是你不公怎么样 你提交稿子肯定有被拒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像我们的导师 有的时候他们就定位很明确 说这个文章 他这个研究内容和他的研究方法 配得上这个杂志 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的杂志 基本上大家就是都比较理智 明白 就比较理智 而且这种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审宝人制度 就包括现在的这种盲审 双盲审 就不知道这个作者名字 这种防止你开后门 这种走关系 这样子 这种性质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在期刊的审核过程当中 他是让发表出来的内容质量 是越来越高的 他的严谨性是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好事 当然了 虽然说得罪了爱因斯坦 但是也确实让一旦是我们现在的物理学评论快报 那讲道理 那是我这个理论物理学界的神刊 一个顶刊 非常顶级的刊物 哎呦 不知道就是医学界有一个 我认识一个大佬 他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就是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那个杂志 审稿 人家要求可高了 24小时 你提供不了审稿一件了 然后我们就换人 但就这就这么不人道的 而且是义务审稿啊 就这那些大佬以给他审稿为荣 这是你对我研究能力的认可 那没错 那你们科学家都是有强迫症的 哈哈哈哈 是的 你这么说也可以 就是被他们PoA的这么爽 你知道吗 哎对对都是有强迫症 这是不是我们 对对我们就得提一下 刚刚老改说的 那个德国那个英雄化学期刊 这期刊吧 讲道理其实他在这个学界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但是前两年出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就是说他这个期刊现在有一个评论板块 这个评论板块就是会发一些科学家的那种 不算是研究成果吧 但是一些就是比较评论性质的文章在在上面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肯定是没机会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白人的 白人或者说西方人的这种专利 人家是开绿色通道的 对我们就是想写的没机会 对 前两年有个人说了个什么 人家都是约稿的 跟咱没关系 然后他发这个东西上到说了个什么 他说这个第三世界的科学家和女性科学家呀 其实是那个在阻碍科学的发展 就说这些人多不多不正规 多不多不专业 嗯 非常一个歧视性质的这种东西 就是一路绿灯 这文章就发出来了 就健康了 就放出来了 就说明你这个期刊的审核 其实说明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问题 不够严谨 其实这种事挺多的 嗯 导致这个很多就是说 期刊的这个审考人 直接就是说 直接科学家就直接就说了 我不干了 包括很多编辑都不干了 不干了 这太丢人了 对 嗯 所以反映在直观上面呢 就是本来 Angle和Jax 就是就我们叫 Jernoff Emich Chemical Society 就是美国化学汇质和德国英化学 本来是并驾齐驱 甚至是德国英化学比较好的 在近几年 美国化学汇质 影响因子连年上升 而德国英化学连年下降 就是 你这个期刊 你这个期刊 你不能 你不能电纳期客 你得保持一个科学精神 包容 然后不断的创新进取 然后你不能叫做 你不能把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女性研究者排除在外 对不对 甚至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女性研究者的研究 现在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重要的 因为机会平等 原来是信息不对称的时代 现在机会平等了之后 特别是很多 他们从 他们也是深耕领域多年的 慢慢出了结果 这个时候你一个 抱着个白老爷的这个优越感 说你们都是垃圾 那你就别怪大家都开始抵制你了 所以在科学界 我觉得这个三观至少还是有一个 这个怎么说呢 面对不正之风啊 大家还都是有非常正的三观的 有很多科学家 对 因为大家干的就是这个活 我们强调的就是发现物质的本质 强调的就是一个客观性 强调的一个正确性 但是你们都有强迫症 然后以及刚才老杨说的一点 就是这个油的期刊 他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评论板块 所以他们很多人 就是拿信息强度很低的 这种玩意儿来出来怼我们 包括之前那个Peter Dorsey 就是在BMJ评论板块上 说挥制疫苗29%有效率的一个 那是个评论 那不是一个research 然后结果好多人拿着那个玩意儿 说挥制疫苗29%有效率 我说 你真实世界挥制疫苗的有效率 是很高的 当然我一直黑它 是它有一些副作用 包括它的那个副作用 解释不了 但是它有效率是很高的 我说你这个真实的数据 拿在这儿了 你还陷它这个29%的 这个就相当于杠精 你硬在这儿抬杠 你这有意义吗 你这个信息强度就不够啊 我们有这么多 好信息强度的东西 你看这29是干啥 所以但是问题是 好多这个中文媒体呢 自媒体 特别是自媒体 他就老发这玩意儿 看着我脑袋都大 嗯 这时候我也挺受不了 这个 我们强调一个我们普通人 那我们不是专业的科学家 我们应该如何去筛选一个信息的正确性呢 你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一个主流的声音 它之所以能成为主流 就是因为它的合理性更高 对 就是说那些阴谋论 为啥它是阴谋论呀 就是因为它缺乏证据 它更多的东西都是靠联想的 那我们强调一个讲证据的东西就 对吧 那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要 我就需要足够的证据证明 那么比方说就即便是科普 其实我呢 就我个人来讲呢 我自己也喜欢看一些科普节目 但是我比方说我在b站上呢 我关注的是咱们中科院的那个频道 他其实不是说啊 用发表什么高端的这种东西 人家就是一个做科普的 但是我相信呢 因为它是一个正规的机构 它不是一个个人 因为个人总有疏忽 在审稿 在审核的时候都会有问题 它不如一个这样的正规机构 发布的内容 让人信 所以说就是我们对于这种 个人自媒体上的这些信息啊 不管他说他引用了什么 但是毕竟是经过他自己理解来 来这个又说了一遍的这种东西 说句实话就是 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呢 都要打折扣了 我们应该去辩证的看 或者说你不要一看这个东西就跟你 可能说跟你潜意识里的某些想法 比如说有些人我就相信阴谋论 把这东西又说阴谋论 哎呀就印证了我这个 那你要这么就信了 那说实话就哎 讲道理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正确的 行法对我们要一个变动性的思维去看待 这个东西 对而且科普里面 李永乐老师不是之前讲一个核酸 检测精确度的他也翻车了吗 他一开始他一开始发那个版本 其实我都没看他一开始发的版本 后面看他的更正版 他说他第一个版本有问题 他对于灵敏度和这个特异性的这个定义 有问题所以他从今发了一个 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个态度 他把原始版本杀了下架 包括那个陈平老师 之前也是给自己的那个有一期视频 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更正视频 这才是一个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个真不丢人 就是做错了你就承认你就错了 出来你知道吗 说给大家告诉我现在弄错了 我那些哪弄错了 我现在出个更正的 当然你更正的东西可能也有不全面的 那之后再说 但起码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就是我们 我们生涯有限 我们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包括我们也不会 经常不会把话说满 就是都会说 以我们现有的认知情况下 我们认为是怎么样 包括我这个异常的判断 也被打脸的有 预测准的也有 对吧 那我就从来都不会说 哎呀 我这个永远都是对的 是吧 今天就是人类认知的特点吧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我也想给这个 我们二位物理化学博士 做一个我心里觉得一个观察特点 我的老师曾经当年说过一句话 他说 你永远 别人 你永远不要期待别人会看到你真实的样子 他们只会看到 他们期待你的样子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 那绝大多数的平民老百姓啊 多数的人 他们都具备一个状态 就是 我们就会偏向倾向于 我先射箭再画吧 这个我先要认定一个世界 本来的样子是什么 好比说这个刚才杨博士说的那个阴谋论 我中爱阴谋论 所以我会把所有和阴谋论有关的消息啊 这个信息搜集来 来证明我是对的 他并不想找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个事情本来客观的样子 他只想证明他是对的 所以所以啊 今天在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到我也向各位展示了 我们也公开的在这场谈论当中 也向各位展示了一点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啊 就是这个IC洋和这个王老改 他们两个人能读上PSD 是因为他们是这种特质 他们这种特质 当然他们也有强迫症啊 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强迫症的这个资深患者 那不重要不重要啊 这个从这个精神分析的角度 我们最轻都处于处在神经观能症的水平 重要的是 都有点变态是吧 对对对 多少有点这个这种 多少都有点问题 但同时我们要说明一件事啊 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不断的成长 一定来自于他真实的面对自己 所有的优点与缺点 真实的面对他所有的一切客观本质的真相 都来自于此 真实的最有力量 当一个人开始面面这个不拒绝真相 当一个人不去面对客观的事实存在 总开始搞虚假的存在的时候 他便停止了成长 他也停止了在他人生当中的进步 所以今天我们这场讨论也感谢二位啊 可以拿出自己的宝贵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 感谢二位 今天可能有点偏题了 但是就是我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如果大家听到现在的话挺长了 就是我们一开始从科研期刊讨论 我们就想得到一个就是这个科学发展 就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脉络 他不是一个你一拍脑袋就出来的东西 而是一个就是他有明确的脉络可循 他一开始也很不正规 从科普到那种莫名其妙的 包括美国的科学杂志 为什么三次创刊 前两次太随便 第三次还正经点 然后包括信息强度 就是现在这么多期刊 为什么我们只信那种比较严谨的 比较老孩子的 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审考人制度 包括主编制度是一项奉行的 并且是大家我们科学界的人 对于他们是比较更认可的 因为成绩有来的名声 但是德国英英化学的例子 就给我们说了 你这个也不能电纳期客 我们也是自己会抵制那些 有明显作假 有明显那种偏向性的杂志和期刊 然后最后跟大家就闲扯一下 怎么样筛选信源 然后以及对于那种 现在信息横流的时代 对吧 大家莫名其妙的东西太多 在作为普通人 包括我们也是普通人 我们在非专业领域也是比较普通的人 我们该怎么样筛选信息 怎么样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来去看待各种各样奇怪的信息 然后以及大家不要停止成长 尽可能不要停止成长 多学 多看 慢慢思考 用自己的心 用自己的脑子 去认识这个世界 而不是别人灌输你思想 让你看到别人眼中的世界 好的 感谢二位的总监 我的总监还有老杨不知道有没有 我的总结 我的总结就是说 所有的主流声音能够被推翻的时候 能够被一个新的声音推翻的时候 一定是因为新的声音有了一个比之前的主流声音更完整的一个证据链 更能去证实它的时候 而不是说一个随随便面的短门声音 然后就就莫名其妙就上位了 对 所以大家呢 对于任何这种不是主流的声音呢 就是说你首先呢 你看到他时候你要想一想 哎 他这里这么说有证据吗 那里这么说 哪个地方 对 你看如果他缺失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 就是说 接纳这个 这个声音 但是我们就是说呢 不能去宣扬它 更多的就是说我们 这个不知可否 后面慢慢看 我就是说我 我不否认 但我也不认同 对 就是说大家对所有接受到的信息呢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 就辩证的去看 就是说你 你要去 不能盲容的就相信这种信息 OK OK 好的 感谢二位的总结 感谢 这个在今天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视角 一家之眼 不一定对 不是这个顶层设计 也感谢这个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 如果您喜欢啊 咱们节目的风格 咱们谈话的这个东西 欢迎大家多留言 我们二位这个专家 在看到大家的提案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 这个翻翻你的牌子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 同时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的IC羊 已经开了自己的油管频道了 如果有喜欢他的 希望听到他的这些观点啊 可以点点这个订阅 他的这个咱们屏幕右下方的这个地方啊 你去搜 你去搜 你去搜他的名字 去订阅他啊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请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 二位 跟大家再见一下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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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